西流里住了很多的生物 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 今天我们来关心一种 住在大甲西上游的樱花勾吻龟 因为公路开发 还有农业开垦等等的因素 导致大甲西上游的生态环境 产生了剧烈的变化 再加上人为不当的捕捉 樱花勾吻龟的生态 一度濒临灭绝 于是研究人员就展开了 人工富裕的行动 尤其从2006年开始 研究人员尝试将人工富裕的鲑鱼 放回历史的气体当中 希望能够扩展野外的族群 他们怎么送鲑鱼回家呢 而这些人工富裕的鲑鱼 在野外生存又面临了哪些挑战 一条路让人上山 农业上山 伴随这条路的开发 差点毁灭了冰河记忆之一 古鲑鱼 台湾樱花勾吻维 一群人多年来较劲脑制 要让他们顺利返回山上的老家 雪山山脉黑森林深处 雨水顺着地表汇聚成冷冽清泉 数十万年前的冰河时期 银花购吻维来到台湾 历经隔离演化不但成为陆风型的鲑鱼 还是全球温带鲑鱼分布的最难界 写下一页冰河传奇 它在几十万年前是从日本海太平洋那边游下来的 那因为整个时间环境的隔离 让鲑鱼的鸡慢慢的做演化 变为台湾特有的压重 冰河吞去之后 他们因为对低温的需求而往河川上诉 在台湾众多溪流中 唯独大甲溪在海拔1500到1800公尺的高度 溪床平缓 成了他们在台湾的唯一家乡 早年大甲溪上游众多支流都有他们的身影 随着农业上山带来的污染 砍发西畔直批导致吸水温度增高 蓝沙坝的兴建和人为猎捕的压力 到了七零年代 台湾樱花钩稳归一度濒临灭绝 残存在七家湾溪一带 大甲溪的上游很多支流 那七家湾溪现在看一看是 相对于世界南溪跟南湖溪是比较缓的 然后我们也观察过在台风的时间 河床没有很宽阔 所以它不会随着台风来做变动 它有天然的一个优势 就是它比较缓 然后它有一些支流在 这支流是在归于台风来的时候 最好的一个躲避的场所 它们因为人而步入绝境 却也因为人而绝处逢生 天然的地形屏障 加上宝玉的力量介入 目前在七家湾溪和高山溪 已经有三千多位的稳定野外族群 这个地方是七家湾溪旁边的关渔台 那一般的游客就容易在这里 可以直接观察到古宝鱼 樱花钩稳归 为了一地保育 利用野外种鱼进行人工繁殖的计划 也在1992年 十八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展开 2003年研究人员完成 台湾樱花钩稳归完整生活史的研究 掌握完全养殖的技术 但是原本的富裕中心 在2004年被台风冲毁 在七家湾西畔 隐身在绿意中的这栋建筑 是2007年完工启用的重缘库 延续英归命脉的诺雅方舟 但是英归的野外族群数量少 进行繁殖一直是个问题 进行繁殖 说真的这是一个很困难去处理的问题 那我们尽量地操作就是 养殖的族群每年会有一些上游 它的基因比较分开的那些鱼来做交流 可能母鱼够但是做一些公鱼来 来借由它的基因来拉开 但是你说要把整个基因拉开其实很难 因为整体来讲 其他关系我们都算是一个族群了 它已经有遗传瓶颈效应的问题 就尽量把鱼放到历史的溪流 就由环境的不同时间的演化来拉开 否则没有其他的方法 于是从2006年开始 每年都有一批碑鱼的人 把种猿库繁殖出来的鲑鱼 送回山上的老家 2006年到2008年 总共放流了1200多只 在四届南西放流的族群 已经能自行繁殖 而且还发现了100多只小鱼 但是去年台风平人 台风之后再调查 所有放流在南湖西 四届南西 伊卡丸西的鲑鱼 剩下20多只 台风侵袭 始终是放流工作的一大考验 台风一来 它的那个水流 河床受到影响的时候 鱼它没有地方躲的时候 它就被冲下去 今年有一个报道说剩下八尾 那我们那时候也是真的很难过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 我们后来再去找 我们就讲说 我们没有看到不表示没有 特别在一个小的支流放了12尾 结果发现了 有三四尾 我们最近才发现到 又找到三四尾 那已经都快20公分了 那表示说 这已经真的有办法在那边 所以世界南西那一点 我们又找到好多尾 那其实那个三四尾的意义 看起来好像不多 可是问题是 它是我们只有放12尾的地方 那它就25%到30的 30的一个存活力 其实在一个天然的 一个放流的一个比例来讲 这样的存活力算很高 地点的选择是放流成效的关键 从过去经验找出了新方向 今年也要送小英回家 我们下期再见 首次参与鲑鱼放流的南山村民 特地为小鹰举行隆重的祈福仪式 在祈福声中 南山村的河川群守队也在这一天宣誓成立 他们不但要送小鹰回家 往后的日子也将成为守护鹰龟的种子 第一个放流点是罗叶尾西 太阳勇士走过湾岩山路顺入溪谷 带着鹰龟一步一步走向未来 罗叶尾西保有野兮的天然面貌 周围纸匹茂密 湿雪庆园 清澈见底 营救人员经过多次踏踩 才决定把小鹰放在这里 让他回到他原来历史的屈禧地 我们送小鹰回家 祝福小鹰在这边 圆满不断 生生不息 让我们部落的族人 也利用这个机会来保育山林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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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慢慢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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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放在这里 位置 稍微切一下 屁股稍微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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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三年我们是放在世界南西 包括南鲁西 还有伊卡湾西 是在属于比较主流的地方 今天我们在罗叶尾西 它算是有剩性的上游 算支流的部分 像包括我们下午要放入的 世界南西 我们也是放在支流的部分 毕竟因为支流的话 它受到台风洪水的影响 可能没有这么大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 也是这个突破往年的做法之一 第二个放流点 位在环山部落 传统领域中的 思界南西 不畏惧山之舞后 天气多变 搭上流龙 连续几年都参与放流的 环山部落 河川选手队 今年也要护送小鹰 五 两条 三条 五 这次放流的是一岁大的鱼 再过一年就有能力繁殖 研究人员希望能在野外 建立起新的种缘酷 拉高鲑鱼的足全数量 下一条 我们要求小鹰回家 成功 耶 今年 250只台湾櫻花龟稳龜 顺利回到老家了 人工繁殖与放流 让鹰龟的未来 多了一线生机 但是七地富裕 才是鹰龟族群 存续的最大关键 被人类改变的七地环境 需要恢复原始 它们的生存繁衍 才能多一份希望 鲑鱼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阶段 需要利用的齐齐地都不一样 嘴流比较缓的地方 那些地方是让鲑鱼 晚上能够在那边休息的 那在白天的时候 鲑鱼需要觅食 它可能就去吉耐区 小鲑鱼需要比较慢的流速 所以它会在比较缓的岸边 缓流区 也是原有的深潭 激流缓流的多样化地形 在蓝沙坝的兴建后消失了 高耸的坝体阻碍了鲑鱼的回游 不但把溪流切成好几段 也剧烈改变了溪谷地形 水坝国家公园在2002年 完成一项突破 在七家湾溪之流的高山溪 进行四座蓝沙坝的改善工程 今天看的是高山溪一号坝 我大概打了20多米 打一个倒地形缺口 然后保护边坡的坝基还在 所以保护边坡的功能还在 让鲑鱼能够顺利的回游上来 那我们陆续的总共拆了四座 这几年看起来效果还不错 鲑鱼都有办法回游 那慢慢的生潭 跟一些期待区都也慢慢显现出来了 所以说有这几年的 起地的改善还有族群数量 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成长状况之下 我们认为改善一个蓝沙坝 对鲑鱼的一个生存来讲 是很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位在七家湾西主流上的蓝沙坝 它的高度非常的高 但应该不稳定因为大雪被往下走以后 这样的高度让它真的没有办法上座回游 不切割到它的生活质量 支流拆坝已经看出成果 位在七家湾西主流的一号坝也正在进行评估 一号坝的部分站在我们保育的一个立场 我们是认为说将来一定会做一些处理 那目前我们正找相关的水利专家 保育专家等等来做一些评估 猜坝它也是在影响整个生态最小的方向 对鲑鱼最有帮助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会做处理 而对水质与西畔质批影响至深的高山农业 牵涉到农民生计 得要配合国土富裕慢慢处理 武林地区的话 原来放林的这个8.1公顷的这个 有退幅会放林给农民的 我们目前已经征收完毕了 所以那一部分未来都是作为植树造林 因为全球地候 这个气候暖化的关系 那水温会不断的升高 那樱花公文龟的一个生存 它也是受到挑战 所以未来的那一部分 渐渐的我们就是植树造林 恢复它原始漆地的一个状态 大黎山地区 种植的面积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认为说 这一块8.1公顷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 但我们认为在国家公园范围内 在有里农场这么漂亮地方 在大小溪的源头 又是国宝鱼的故乡 我们是希望把这里作为一个典范 从国家型的农场来开始做 所以现在武林农场 你进到这里面的时候 你看不到任何的种植的蔬菜 国家公园范围之外 还有很多农业种植 研究人员希望把这里当作典范 期待未来能扩展到整个大黎山地区 让鲑鱼富裕也成为国土富裕的一把钥匙 整个是一个环境的一个指标 鲑鱼的整个 而消长其实印证了说 未来我们人类在这块地球上的一个消长 那我们希望说刚提到大黎山地区 能够慢慢减少农业活动 鲑鱼活得好 那人也活得好 水土保持 这几年台风的时候 造成很多的影响 甚至路都断了 甚至身家财产都有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必须去盛世 整个国土利用 那刚好跟鲑鱼的毛鱼来做连结的话 我觉得是相关的 守护鲑鱼就是守护珍贵的水源头 当人为的负面影响渐渐退出群山 把从鹰龟山上夺走的生存权利 诚心归还 在大甲溪上游的历史气地 逐步恢复西中有鹰龟的喜悦 或许有一天 鹰龟的龟山路将不再那么遥远 从溪流到河口湿地 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些自然资产 所以就不知不觉地被破坏了 现在人们渐渐发觉 它的丰富和珍贵 但是有时候用不正确的方式亲近 反而又带来了另外一种生态伤害 或许我们该重新思考 人跟自然之间该如何和平相处 谢谢你今天的收看 别忘了下周一晚间十点 我们的岛同一时间再见